大家好,今天吃了吗?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吃小货被爸爸妈妈带去吃旋转寿司就能开心个老半天 谁知道来了伦敦,居然能吃到旋转小火锅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探探好吃又好玩的五季小火锅 五季小火锅把吃火锅的趣味发挥到了极致 像回转寿司一样的配菜会一样样在你面前划过 然后就能轻松拿下你心爱的小菜开心入锅 偏好酸甜口的吃小货来上了一个香喷喷的番茄锅 还能像海底捞一样调配你爱的酱料 来一份自制的神秘蘸酱 一切准备就绪就开始瞄准旋转条上嗷嗷带煮的美食们了 羊肉卷,藕片,鱼丸,日本豆腐,猪肚等等 旋转条上的美食价格按照盘子分类 黑色是最贵的 不过说实话,无论是什么色的盘子 价格都非常公道,好吃不贵 吃小货拿上了一大堆好吃的 有种自助餐的畅快感觉 里面真的有芋头的芋头丸 还有可可爱爱三个一套的鹌醇蛋 通通都能放进自助餐的番茄锅里 反正你能想到放进火锅的小菜 无计一应俱全 特别推荐一下手工水饺 韭菜馅的手工水饺吃小货觉得非常不错 有种妈妈般熟悉的感觉 还有能在锅里涮得香喷喷的肥羊 配上酸甜味的锅底 那真是极致享受 就这样小菜一份接一份 吃小货根本停不下来 最重要的是 时常艺人通勤的时候 吃火锅就显得很寂寞 但无忌小火锅这种形式 就好似日本的单人食堂 让艺人食也充满了乐趣和享受 烤鱼四颗心 非常特别的是 除了有趣好吃的小火锅 无忌还有中餐 超大一盘烤鱼 从盘子就能看出 无忌用心的分量 鱼肉肉质细腻鲜美 吃小货不知不觉 就吃掉了一整碗 不禁想起国内夏日里 和小伙伴一起吃烤鱼的美好时光 辣子鸡 五颗心 无忌的辣子鸡是经过杂质的 看着有些像中国味道的 净脆鸡米花 入口表皮非常香脆 还有麻辣净爽的回味 吃小货作为一个爱鸡之人 吃得十分过瘾 水煮鱼 四颗心 阴冷的伦敦天气 时常让吃小货 感觉胃里缺一条火气十足 又麻又辣的水煮鱼 无忌的水煮鱼 麻上头辣过瘾 但又不至于 有满锅的辣椒 下爬不习惯吃重辣的小伙伴们 是不会出错的安全选择 水煮牛肉 五颗心 水煮牛肉的肉片 真心厚实 豆腐般的嫩滑口感超级赞 牛肉肥厚大快 店家真的很舍得加料 油热热的汤汁 麻麻辣辣 摇起一勺还没进嘴里 吃小货就被香掉了鼻子 无忌不仅好吃好玩 而且价格真的很清明 环境也十分简约干净 是留学生们可以放开胃口 大口朵移的好去处 地处较远的Hackney 本来吃中华美食 就没有市中心那么方便 无忌小火锅的存在 就真的很暖心了 希望无忌旋转小火锅 能让小伙伴们想起吃饭 除了填饱肚子 本身就是件值得享受 充满乐趣的饰养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